提起阿加莎·克里斯蒂 必要提起她的代表作之一 大名鼎鼎的《尼罗和尚的惨案》 她是最早被翻译到中国大陆的侦探小说之一 如今她的地位依旧孤若金汤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改编自阿婆同名小说的电影《尼罗和尚的惨案》 影片一开始一辆豪华的小汽车穿过小镇田间 来到一座豪华的庄艺园面前 我们的女主小白从车里走了出来 她穿着华柜 妆容精致 无懈地看着一众整齐排列的佣人们 如大家所见 小白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刚刚继承了家族产业 不仅如此 她还有一副好皮囊 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对象 小白的闺蜜阿绿已经在房间等着她 两人见面拥抱 互相寒暄 小白忍不住和闺蜜吐槽 自己的女仆居然想嫁给一个已婚的埃及老男人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给她嫁妆 这样那个男的根本不会理她 阿绿则兴奋地向小白宣布了自己订婚的消息 还请求小白帮自己的未婚夫安排一份工作 小白很无语 但还是答应先看看人再说 第二天 阿绿就和自己的未婚夫阿帅来到了庄园 当小白和阿帅两人眼神对视的那一秒 我似乎看到一道绿光照亮了阿绿的头顶 不久以后 果然这对狗男女 哦 不惊同玉女 闪电般地结婚了 两人在埃及的沙漠中测麻烦腾情意绵绵 这时一位不速之客降临打乱了两人的蜜月计划 眼看未婚夫居然和自己的闺蜜结婚了 阿绿怎么能应得下这口气 于是她跟了两人一路 发誓不会让这两人好过 小两口因为这个糟心的前任吵了一架 小白并没有多少愧疚感 对于她而言自己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而金字塔下波罗侦探听小八卦听得津津有味 当晚两人就住进了一家高级酒店 两人在大厅翩翩习武 而一群人也紧紧地盯着他们 马克思主义者青年哥 小白在他眼里是个急身虫吸泄鬼 应该干掉 作家神经女和他的女儿 因小说涉及小白的名誉被小白不依不饶 导致将告上公堂 老小姐白灭女 这也是唯一一个与小白没有直接恩怨的游客 只是整日惦记着小白脖子上那串珍珠项链 白灭女的佣人一副凶恶像 与其说他恨小白不如说是恨小白的父亲 是他父亲使他家庭败落沦为女佣 小白的女佣 他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妇 他想朝小白要嫁妆 谁知遭到了拒绝 医生难 因一次药物注射的意外导致小白的好友疯了 小白扬言要把他告得底裤都不剩 律师大叔 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一直窥视着小白的财产 而我们的波罗侦探也在这里与自己的老友上校相遇 当然阿绿也阴魂不散 直勾勾地注视武池中甜蜜相拥的两人 第二天小白委托波罗来开导阿绿 拿只毒鸡汤灌下去 非但没有用阿绿还掏出了一把手枪 说自己的枪法很好 不知什么时候忍不住了 就会崩了那对狗男女 小夫妻眼看波罗也劝不住 给阿绿来了个虚幻一枪 和酒店的一众游客坐上了开网尼罗河的客船 波罗看着船上一群恶怀心事的人 预感大事不妙啊 第二天众人在参观神庙时 一块巨石从高处滚落 差点砸中小白和阿帅 这时阿绿又登场了 小白被气得够呛 晚饭后大家都在客厅休息 波罗和几个老太太陆续离开 剩下打牌的人也因为阿绿的到来不欢而散 只剩下收拾桌子的阿帅 阿绿看见渣男在自己眼前晃悠 忍不住开始杠他 阿帅也不是吃素的 就这样两人先是互骂 阿绿的情绪逐渐失控 掏出手枪就给阿帅来了一枪 阿绿看到渣男见了红 吓得手枪都扔了 众人赶到 阿帅说 让大家先把阿绿带回房间休息 再来管自己 青年哥想起被扔在客厅的枪 提议把他找回来 但是枪却消失了 大家却没在意 按照悬疑电影的惯例 这是在憋大招呢 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 小白就被发现死在了房内 自从小白死后 波洛就开始怼天怼地怼空气模式 把所有船上的游客都给怼了一遍 结果发现除了阿绿和阿帅没有作案时间外 其他所有人都有杀人动机和作案时间 嫌疑人这么没有突破口 只能从物证入手了 第一个就是小白的尸体 医生说小白伤口周围的皮肤被烧灼 是凶手直接对着他的头部开枪的 第二个是小白房间里装指甲油的瓶子 里面不是刺鼻的化学味而是酸味 第三就是从河里打捞上来的包裹 里面有白面女丢的披肩 上面被打了一个洞 烟灰缸 那把打了两发的手枪 沾着红色液体的手帕 就在波洛和上校准备接着调查时 小白的女佣被发现也死在了房间里 手里还握着直臂的一脚 波洛回想起女仆之前说的话 才明白她真的看见了凶手作案 因为贪财才送了命 是谁杀了女仆 那天晚上她到底看见了什么 就在上校和波洛在探讨案情的时候 女作家冲了过来 干扰着自己知道是谁杀了女仆 拉着两人就往阿强黄金里走 声称自己看到了杀死女仆的凶手 接着女作家就开始叨叨叨地说个没完 但没一句在点上 就在她即将说出凶手名字的时候 砰 女作家醋 女作家死后 波洛似乎推断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把船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 要当面戳穿凶手 原来所有的事情都是阿绿和阿帅这对苦命鸳鸯自导自演的 众人一听都懵了 他俩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现在反而成了凶手 波洛接着给众人解释 其实昨天晚上阿帅根本没有被打中 那些血只不过是事先准备的红墨水而已 他趁大家扶阿绿回去的时候 拿起了被扔在地上的手枪 溜进了两人的房间 杀死了他 然后赶紧跑回休息室 用偷来的披肩裹着枪给自己来了一枪 这样是为了让开枪时发出的声音不被大家发现 然后他取出空弹壳 重新装了一枚进去 造成了只开两发子弹的假象 最后他把所有东西都包进披肩 扔向了尼罗河 却不知他所有的一切行动都被躲在暗处的女仆看到了 于是在那天 女仆就当着波洛和上校的面暗示阿帅 想要趁机要比分口费 阿帅又趁阿绿探望自己的机会 把事情告诉了阿绿 本来阿帅是想给钱让女仆闭嘴的 哪知阿绿直接就把女仆给放弃了 要说这两人也是倒霉 阿绿的所作所为又被女作家给看到了 所以那天阿帅才会情绪激动 一直吵吵着要女作家从头说起 其实就是为了给隔壁的阿绿通风报信 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 阿绿把代理人的手枪偷走 隔着门就把女作家给崩了 伪真神枪手 波洛的推断言丝和缝 额极清晰两人无可辩驳 阿绿来到阿帅面前 两人深行告白了彼此 这时她突然拿起手枪对着阿塞来了一枪 接着自己也引发自尽 不论是徒财还是嗨命 当影片结尾真相大白时 阿绿仍赚了不少观众的同行 谁都想富有 这没有错 可是杀人终究是不对的 而贪婪的欲望则是罪恶之源 其实波洛之前就曾经对阿里说过 别让邪恶钻进你的心 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就猜到真凶 但这仍然不影响观影体验 如何在拥有完美不在场 证明的前提下作案 才是本片最大的看点 影片一开始就在为后续做铺垫 所有细节都交代得很清楚 最终真相揭晓 一切都很合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